OK 剛剛有個地方可能沒有講得很清楚 我快速講一下 我們在講這個東西匹配的時候 在講這個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inequivalent 這兩個沒有couple 當它開始有couple的時候 我們就考慮到誰可以出現 誰不能出現 我們用這個分析 那這樣子很快速的 我們就可以知道它到底是怎麼樣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那些 完全都不管vFunction長什麼樣子 我們只是用簡單的匕首畫腳 就可以把一些狀況把它搞清楚 那麼一旦呢 它couple起來之後 請問一下 新的IgonState IgonFunction會長什麼樣 好 我們來喔 Consider 2angular moment J1 J2 OK 這個時候的J 我並沒有限制 J一定要等於什麼東西啊 它可以是L 它可以是S管理的 或者是Couple完之後的J 就像JJCouple一樣 我可以自己跟自己先Couple 自己L跟S先Couple 變成一個J 然後我旁邊那顆 也自己跟自己先Couple 加成一個J 然後我們兩個人又Couple起來 OK 那也就這個J 我只是表示它是Angular Momentum 我並沒有意思說它是S OK 之後這兩個Couple起來 那基本上呢 就類似這樣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呢 一旦你知道J等於多少 你知道它會有Dimension 它的Dimension是什麼 2J加上1 OK 2J加上1 那這個呢 2J1加上1 這個也是2J2加上1 假設它Couple起來呢 就像 這邊 一開始我們講的這個Couple起來 這個地方沒有Couple 但是我們可以 排列組合 結果發現它36個State 這邊Couple起來 在你把它不可以的刪除之前 它也是36個State 所以基本上 我們這邊的Dimension 就會變成2J1加上1 剩下2J2加上1 對不對 Dimension會整個放大 OK 那我們怎麼來表示這一邊呢 的WayFunction呢 我們說J1 MJ1 M1 M1 M1就好了 好不好 這樣比較簡單 這個是不是J2 M2 那麼這個就會變成什麼 J M OK 那麼 這個時候呢 這個JM呢 比如說這邊有這麼多個Dimension 空間 然後之後變成這樣 那這裡面也並不是完完全全 說亂排一通 就好像這個地方一樣 你就可以知道 在這種狀態下面 它的J是這樣子的排列 每個有每個不同的 所以說上次有很多同學在問我說 為什麼我們J平方啊 對著我們一個State之後呢 它會等於什麼 J乘上J加上1的H bar平方的Delta 比如說我們把它夾起來 對不對 Delta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是給大家一個矩陣嗎 他會問說這個矩陣怎麼來的 這個只是一個 之前的這個矩陣只是個通勢的表示 它並沒有代表什麼意思 現在我們來做個真的 來看看大家 了解一下 我們這個時候應當要怎麼辦 OK 假設我們的J1等於3 J2等於1的兩顆電子系統 OK 所以這個時候它告訴我們 它的dimension會是什麼 會是什麼 會是什麼 2J加1 第一個J是3 再加上1 2J2加1 7 7 3 21個狀態 對不對 它會21狀態 假設它看不起來之後 它變成什麼東西 J呢 它有什麼J 它可以是4 對不對 兩個平行 是不是 不是 然後呢 它可以做幾種變換 比如說 1呢 可以跟它垂直的 所以它會有3 再跟它相反呢 會有2 J有這三種可能性 你一旦J這樣子 那是不是MJ 這個就會有4 3 2 1 0 負1 負2 負3 負4 這麼多種狀況 那這個MJ 就等於3 2 1 0 負1 負2 負3 這個MJ 就會等於什麼 2 1 0 負1 負2 所以假如說呢 你用這樣子來看的時候 這邊總共有幾個state 1 2 3 這邊總共有9個state 這邊有幾個state 7個state 這邊會有什麼 5個state 所以當你這樣子來看待它的時候呢 你會發覺這一平方呢 它可以寫成一個矩陣 比如說第一個它這邊會有9乘9 第二個會有7乘7 最後一個5乘5 它會是這樣一個矩陣 OK 那這個呢 我可不可以說 那Jz呢 當然也是如此啦 也是4這個矩陣 只是這個矩陣長什麼樣子而已 OK 比如說我們要J平方 J平方這個矩陣就很簡單 第一個9個矩陣就是它 這9個state 因為這時候J都等於4嘛 所以還不簡單 4 4 4 9個 第二個 這等於3 有幾個 5個 1 2 3 4 5 不是7個喔 所以不能夠寫成這樣 OK 然後最後等於2 有5個 1 2 3 4 5 這個就是我們J平方 其他通通都等於0 OK 我們要這樣子的把它對角化 這個才是求到我們要求的 這個就是告訴我們 item value是怎麼樣 對不對 那Jz呢 Jz會等於什麼東西 其實我一開始是9乘9喔 那是不是4 3 2 1 0 負1 負2 負3 負4 第一個 這個要畫長一點 然後呢 3 2 1 0 負1 負2 負3 然後最後呢 2 1 0 負1 負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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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我们这些全部都解出来 OK 有个很简单的homework 这个两秒钟就写出来了 OK 好 就像我一样一样一样 OK 簡單到不得了的地方 好 那我們現在呢 繼續下來 OK 好 這裡用完 好 假設呢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一件事情 JR等於J1再加上J2 OK J可以是LS或者真的就是J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了解幾件事情 J的平方呢 就等於J1 再加上J2 Couple之後的平方 JZ呢 一定是等於什麼呀 個別的Z 像這樣 OK 它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寫下原本的 independent的時候的 wave function OK independent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假設有2 electron system 它可以是J1 M1 J2 M2 對不對 我可以 比如說我幫他寫成2個 好 有時候太麻煩了 我們把這個呢 寫成為 J1 J2 M1 M2 寫成這樣子 OK 那這裡面呢 就要請大家記住一下 因為這些都是autonomal的 所以呢 非常快速的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呢 一定可以分開來寫個別的 這個呢 一定可以分開來寫個別的 B2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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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拔破起来之后呢 它只能够用J来表示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我们呢 只能够恢复到我们用JM来表示 当然你可以把J1J2照样摆上去无所谓 但我用JM来表示它最后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几个简单的要求 J平方JM 我看看 别别别 我没有放subindex就不放 那么它会等于什么 JJ加上1H8平方J M JZ呢 它就等于什么样 M H8J 我们希望把它打热个奶子之后呢 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色 现在只有一个问题 我怎么知道 这个 等于什么 它是等于什么东西 这些都是知道已知的 No 已知的 这个呢 是未知的 那我怎么办 很好玩的是 已知的本身又是autonomal的一个set complete set 那请记住一下 我们任何一个function 都可以找一个autonomal set 把它做展开来 管你amago了 统统都可以这样做 那我们今天既然我们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 我能不能把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的 的这个 i-gon-function 我用已经知道的来展开来 可不可以这样做 可以的话 那就方便很多了 那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说我一个JM 我希望能够用什么样 能够用 这个东西来展开 但是这个要怎么做呢 那这最简单的 我们就假想一下 就是说 我们以前 假设想说 我们有一个坐标系统 X Y Z 在向量上面 然后我有个向量叫做A的 A呢 等于什么 我不晓得怎么表示 但我可以用 在X Y Z 上面的行为来表示 单位向量来表示 所以是不是A 我可以把它投引到X上面 乘上X的单位向量 再加上 投引在Y上面 Y上面的单位向量 投引在Z上面 Z上面单位向量 只要我把系数找出来 就OK了 是不是 我只要做这件事情就好了 所以这个事我要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 我的做法就是说 我们呢 JM 第一件事情 我先把它投引到上面去 投引到上面去 记住哦 这边的J1 J2 都是固定的嘛 OK 它一旦 你在讨论哪个J1 哪个J2 它就是固定 所以我只要注意后面这个就好了 所以是否 不然就简单了 我就是把它投引到 J1 J2 M1 M2 我只把投引上来 然后再沉上 它的单位向量 然后呢 把它每一个呢 统统都上架 对不对 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吗 或者是你喜欢 简化一点的 可以把它写成 我先 简化一点 因为J它都一样 我可不可以把它写成 OK 写成这个样 那么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 Original Decoupled VFunction 对不对 原来没有Cupo的时候 它的VFunction的写法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新的 投影在你这个旧上面的一个 投影量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投影量 英文太长了 英文太长了 我写 新的 EigenFunction 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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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圆 来 EigenFunction EigenFunction 质量 对不对 我只要把那个算出来 不就好了吗 所以现在剩下一个问题 假设我这个新的EigenFunction 怎么来写 我们怎么知道它等于什么 我们知道它可以用旧的来展开来 旧的展开来 旧的解的 你本来就知道了 所以现在要的只是搞清楚 它西数等于多少 就好了 OK 所以我们以前的第一章所学的 现在通通派上用场 OK 我们就举两个 简单的例子 来让大家看 好 不管 擦掉 OK OK 这个有个名词 这个西数有个名词 它有个名词 它叫做angular coupling coefficient 或者一个人的名字 OK 好 一个人不 假设J1等于J2等于1 这很简单的 OK 那么 New Space Dimension of the new space 9等于2 3等于1 加1 1 2 2 加1 等于3 等于9个 Dimension OK OK the old kit the old 或者是original or J1 J2 M1 M2 或者我们把它减写成M1 M2 就好 R 它有哪一些 它有 因为J2 是等于1 两个都等于1嘛 所以M1有10-1 只有10-1 反正这几个下去配就对了 好 第一个等于1的 第二个可以是1 第一个等于1的 那第二个可以有10-1 对不对 第一个等于0的 第二个也有10-1 第三个等于-1的 第二个还是10-1 有这几种 9种 表示是 the new kit 这边我要加个plug OK 为什么加个plug呢 因为你数字一填进去 你就搞不清楚哪个C哪个就了 我就把C叫做plug 那里面就有J跟M 那J有什么东西 1-1的 那J呢 会有等于2 两个平行 这也等于1 这也可以等于0 对不对 所以这一旦等于2的时候呢 它的v function有什么 它的M呢 就有210-1 它会有这几个 123455 这个等于1的 Nuket1 然后后面有10-1 0的 0的 就只有0 一个 OK 我们有这两种 现在 这一些是已经知道了 因为它是原来的嘛 known的 eigenfunction 这个是unknown的 eigenfunction 1-1 1-1 2-1 1-1 2-1 1-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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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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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它们是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 就是我们看看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已经知道了 比如说这个 2 2是代表什么意思 Z1等于2 MZ1等于2 对不对 Z1等于2就是代表 两个相加的Z字平行 M等于2 也是它同一样两个是平行的 这个跟这个一不一样 一不一样 一样 因为Z1一一嘛 它才会2 Z永远是一嘛 对不对 这两个是不变的 但它排列组合这边是平行的 然后它的MZ是等于2 就代表这两个都要平行 所以这个 跟这个 是一样的 OK 还有呢 最下面 是不是要等于两个相反的 这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我们已经找到两个对应了 其实这个就是它 这个就是它 现在是里面怎么办 里面怎么解 当然我们知道投影投影 投影上去就好 但是怎么投影 那 那个人呢 右下方那个名字的 很难念的那个呢 Slepsey Gordon OK 应该是两个人吧 好 它就告诉我们说 你可以用一招来做 我们就从这边开始 比如说我们从最高次向开始 那我用Low-in Operator 一路往下降 我就会把其他什么都算出来 但因为它等于它 所以我Low-in Operator 一运作的时候 这两边都要运作 它运作下来 你知道变成谁 它运作下来 你也知道变成谁 那等候都维持嘛 那你不就知道了吗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做 所以他想到这一招呢 就很聪明的一招 你知道这两个 OK 那么第一个呢 这个呢 这两个要平行排队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做这件事情 假设两个相同 两个相同 也就是说 我现在已经找到一个特殊的 对不对 2 我把它写好 2 2 要等于这一边的 1 1 好 然后我现在做什么事情呢 我现在整个开始把它降阶 那这边呢 一样画葫芦 1要降阶 2 也要降阶 OK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面 这个降阶容不容易 这边 这个是J嘛 我把它的符号写一下 这个降阶 这个降阶 降阶完之后 它是不是变成为 根号的 J乘上 不对 2加J加M 我们来写 写在什么地方 把公式稍微写一下 写在上面 他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这样一来 这个地方就可以变成怎么样 它们点根号 J加M 2加2 J减M 2减2再加上1 开根号的H8 这边呢 就变成2 1 那左边这个 是不是就把这个4 这个 它就跑出来了 right 那右边的呢 右边就像那样分别做嘛 不管怎么样 这边不管怎么样 J1等于1 J2也等于1 这是不变的 因为这是一开始告诉我们的条件 所以这边呢 就变成怎么样 两个 第一个 这个沉进来 这是对付第一个的 所以只对付它 所以它是不是根号 J等于1 再加上M J减掉M 再加上1 开根号H8 然后这个呢 然后这个呢 要降阶 只有第一个 是不是变成0 1 好 再来 第二个 第二个呢 也是一样 它是对后面 所以大家都长得一样 1 J加上M J 减掉M 加上1 J减掉M 加上1 1不变 后面降低界 它是不是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就非常快速 大家都H8 H8 H8 杀掉 所以呢 它马上就告诉我们的答案 我们要了这个 它可以写成什么 反正这个4 乘上1 根号4 就变2 2 乘上1 根号2 2 1 根号2 所以2 除过来 除过来 2分之根号2 刚好后面都一样 是不是 马上我们这个 就是由原来两个旧的 拼凑出来的 就跟我们最右边讲的一样 我们做法一样 那是不是 我们这个就到了 来 那这个怎么办 再讲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 再把这个呢 刚刚求得到的这一个 二一 放了这个 再把它降阶 2一点给什么 这一大串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 我们可以把前面的系数呢 先提出来 2分之根号2 那后面呢 还是一样有两个 J1负 再加上J2负 然后对谁 对刚刚的这一大串 0一再加上1 0 对不对 好 那前面的那个呢 这个是不是 根号J加M 2加1 J-M 2-1加1 开根号H8 后面就降到哪边 2 这个比较浅 0 这样子 好 对不对 好 然后后面这边呢 就会变成什么 二分之根号2 再运作一次啊 运作一次啊 就变成有四个项 对不对 好 第一个 这个乘上最前面这个 这个是对第一个操作 第一个操作 OK 第一个操作的话 它就会等于根号 J加M J永远等于1 M呢 这个时候第一个M是0 1-0加1 开根号H8 操作完之后 它会变成 负1 1 它降下来 OK 负1 1 再加上 这个乘到第二个 第二个呢 J永远等于1 这只对后面作用 M等于1 1加1 乘上1-1加1 开根号H8 0保持 1降下来 就变成这个 好 再来 第二个 乘上第一个 它是对第一个下降 所以根号 J永远等于1 1加 它的M 第一个M是1 再加上 再加上第二个 第二个呢 它对它的作用 是对后面那个作用 所以呢 J等于1 后面那个M等于0 1加上0 1减掉0 再加上1 开根号 H8 它就能1 负1 我们就变成这样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负1 1 加上2倍的 0 0 加上1 负1 诶 这样子呢 我们这个也算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呢 刚刚有这个 算到这个 现在有这个 算到这个 我可不可以继续前进 我可以前进到这边 然后呢 我可以继续前进一次 看看我们刚刚说 这个就是等于它的 对不对 我可以验证啊 假设不对 那一定有问题嘛 OK 你就这样一样化过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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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把它做下来 那么你就可以得得到 验证完之后呢 发觉还真的 还真的得完全都一样 OK 好 但是我们这样做 只做到第一排啊 第一排做完 那第二排怎么办 第二排怎么办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是 第一排的这个 它也可以相当于用旧的这边来排列组合 不只是这样子 而且第一个呢 一定要跟这两个产生垂直 也就是说这边都是autonomal OK 都autonomal 不然的话你把它互相成一下 一定通常等给你 OK 它一定要这个样子 不只是这个样子 这个 跟它这边存摸都要垂直 假如我能够找到一个 来跟它垂直 没笔不错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下来 好 我们follow同样的方法 OK 我用蓝色的 用这个好 这个比较浅 我们就在思考 这个应当要怎么样 因为这个呢 怎么讲 这一是等于一 这一是等于一 就代表它J 一个是朝上 一个是跟它垂直 OK 那这个MJ呢 也等于一 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 就相当于你看 这边是两个M 第一个M等于0 第二个M等于1 对不对 这个呢 M等于1 M等于0 我看看 我看看 所以我们能不能用这两个来拼凑它 把它拼凑出来 假设可以的话 那就方便很多 所以说呢 我们就说 1 1 must be a linear a linear combination of e linear and e linear and must 写快一点 垂直于怎么样 一定要跟这个垂直于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当你有这个条件的限制之后呢 这个的结果马上就可以写出来 OK 各位可以试试看 有了这个之后 我是不是又可以一路的把它降下来了 又从这个降 又从这个降 对不对 所以呢 by using allowing operator 那么你就可以得到所有其他的 OK 好 最后面 the last one 最后一个就是00的嘛 最后面 他这个什么 must be a linear combination of三个东西 and must orthogonal to both ok 那么在这个 几个条件下面呢 00 就可以算出来 ok 这样子呢 全部都可以算出来 好来 这边呢 答案都给了 很多运算过程 我只有前面做而已 后面都没有做 请 homework do it by yourself 你要证明 我这边所有的计算都是ok ok 好 假如说我们今天 因为这边讲的是j嘛 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根本就不care j到底是ls 还是真的是j 我们不管这个 反正j只是个表示 假设我今天是两个电子呢 两个电子呢 那你会变成什么样 假设我今天呢 把j换成为s1 j2换成s2 也等于二分之一 请你 把旧的跟新的 通通都做出来 ok 很简单吧 对不对 好 我只是把数目字变一下 其他什么都没变 ok 好 我们休息个五分钟 五分钟就好 好 然后我们就来 教下个阶段 好